哈啰,大家好,我是阿子 欢迎回来Rossboot 老板山海贼王啦 好的,今天我们要全果实vs工厂 这工厂是只有在二海才会出现的事件 打最高伤害者可以获得随机一颗果实 也就是说跟其他玩家竞争 来打这工厂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找出哪一颗果实可以 瞬间打出高伤害啦 来做个对比 看看哪个果实打工厂是最快最好了 好吧,废话不多说我们就从第一颗开始 Let's go 好的,首先我们先用第一颗果实 火箭,配合上我们的苍白围巾 OK,可以增加15%的果实伤害 全球我们只用果实打 看一下多久时间可以完成 火箭的伤害应该不会太高 估计要蛮久的 好,开始吧 火力全开 目前我火箭211的精通度 伤害感觉还可以 2800 3900 OK,还蛮痒的 只要远一点才可以打满伤害 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嘛 多两招 3分半了 多一招 多一招 Let's go OK 3分40多秒了 获得了一个岩浆果实 还不错耶 可以在5分钟内打 打赢工厂还是不错的 但如果要跟别人抢的话还是变成火箭好了 这伤害真的不是很高 而且还几乎3招可以打伤害 白果还蛮烈实的 下一颗 好的,来到我们下一颗的旋转 开始 这颗伤害 好像还不错 感觉有比火箭来的高一点 吗 这招打满也几乎2千多 2千9 这招3千5 这招呢 4千1 好着急哦 用白果打这个 快点 要爆炸了 要爆炸了 这样子慢慢刮耶 好难受啊 多两个技能 哦 no 哈哈 直接失败 好,来迟了啦 我再打多一次好了 这次我们要提早进去 先脱跑 OK 应该砍得及5分钟内 好,开始 火力全开 这次一定赶得及 多一招多一招多一招 快点 4分钟了 紧张 不要关门啊 Let's go 哦 还拿一个重力果实 好啦 非常的慢 比火箭还来得慢啦 下一颗吧 好的 下一颗切果 我感觉切果应该至少比旋转快吧 OK 准备一下 30秒后开始 其实 开始 伤害应该够高 这个每一下300多 而且一技能cd很快 绝对会比 那个旋转来得快得多了吧 甚至可以超越火箭 绝对是赶得及 伤害绝对是够了 好,来个跳舞 Let's go OK 2分55啊 我还剩这么多镜头 拿到一个火箭果实 现在目前的第一枚 切果 非常不错 至少我镜头这么低 好,下一颗春天 感觉 应该也是比旋转快 比旋转快 比旋转还有四招可以打伤害 好,来吧 我看一技能cd很快 二技能 伤害一些 好吧,有四招 应该不会慢到哪去 像是他大招 伤害有点徐姬 他是多断伤害啊 还蛮靠运气的 看一下 哄哄哄哄 哇,5900 打满了吧 好,差不多了 多两招 OK 2分46秒 好吧 那也是要拿一个火箭 垃圾谷 好的,下一颗是炸弹 炸弹我觉得也是可以 他的伤害很高 尤其是这一招自暴 看他可不可以提早放地雷 好像可以耶 炸不到了 好吧 计时 开始 开炸 OK,这一招自暴序嘛 破 9400的伤害 非常离谱 应该的cd是很快 加上这个炸弹跳也是很快 赶得急吗 差不多两分钟 继续招收尾 呼呼呼 好吧,两分零五 获得一个尖刺 尖刺也是待会要用的 OK,目前最快 炸弹 地雷炸不到还蛮可惜的 炸到的话可以更快啊 而且还可以提前买地雷 应该是快上加快 好,下一颗烟雾果实 OK,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很快 还一技能cd很快 加上二技能 持续伤害 伤害很高 大招也还不错 好,开始吧 先来个E技能 它的cd可以吧 OK,最重要的是它的飞行 F技能 可以持续地打伤害 OK,每一下900多的伤害 非常的快 好,一分钟不到就已经一半血了 通常打海兽强的果实 可以打工场也是很不错 OK,1分36秒 超快 然后又获得一颗烟雾果实 非常的不错 目前第一名 尖刺 尖刺的话 应该是伤害不够 但它四张都可以打伤害 也是不会比旋转来的差吧 OK 好,来吧 一开始有放空 OK,打得到 伤害都很高 我看这招 打满6000 三下伤害 4500 伤害蛮快的 10吧 好,2分40秒 算是不错的成绩 那大佛 烧烧果实 OK,我的烧烧已经全绝了 这颗伤害也是很不错的 开始 引火重火 4800 狗拳 火焰沃轮 来个燕地 伤害爆表 好,都燃烧 燕地收尾 破 Let's go OK,差不多2分半 好啦 鸟鸟鸟果实 没什么用 好,下一颗是鸟鸟 好吧,开始 火灶 火鬼 被打中 它伤害有点感人 大招伤害不错 好笑它 这一招打不到了 这招打不到啦 完了 这样的话就两招可以打 比旋转还惨 我觉得是来不及了 要失败了 第一颗失败的果实 两分钟过去了 一般血量还没打到 噢,结束了 哈哈 失败,超过5分钟 鸟鸟 好啦 第一颗失败的果实 下一颗 冰冻 OK,我来的是全绝啦 全绝冰冻 这颗伤害会比较低一点 但是还可以普攻 应该不会太差 好,准备 开始 绝对零 哼 哇,普攻,普攻,普攻 可以普攻的果实 对其他果 就带受一点不公平 非常的快 不太一分钟就已经残许了 太不公平了 我还拿一个正准 还没到一分钟 就结束了 可以普攻的果实 就非常的快了 好啦,拿一个正准 好的,下一颗沙沙果实 好,来吧 生杀 大刀先手 五千 沙漠棺材 哦,可以耶 哇 这个沙球好大一颗 OK,伤害还是可以的 四招可以打伤害 好吧 差不多三分钟 多两招 OK,死吧 台前脱太久的这个球 获得橡胶果实 西招 忘了换成觉醒 感觉觉醒的伤害比较高一点 好的,下一颗是暗暗果实啊 好,来吧,开始 三千 这招 哦,这黑洞打不到 不是吧 大刀 大刀五千三 还不错 黑洞要站下面才达到 三千四 伤害是低了一点 毕竟它主打的是控制机 打赢攻场应该是可以的 好,死吧 好,Let's go 三分二十九 这次获得了残散 OK,下一颗 钻石 这颗我记得伤害是不高 但应该也是打得过 至少比 鸟鸟来得好吧 来咯 二技能 三千二 一招 哦,这招还不错耶 五千一 差超三千六 哦,四二三 差一滴 赌一招 哦,三分五十五 还挺慢的 但至少打赢了 霍雷克 火箭 好的,下一颗我们到了 西游谷部分 散散 散散应该超快的 可能一笔兵都还快 OK,这颗是可以普攻 好吧,开始 火力全开 等一下,我这散散还没觉醒 我才发现 未觉醒版本 二技能 我还是靠普攻 就获胜了 OK,41秒 差不多吧 可以普攻 跟冰冰斗差不多一样 好的,下一颗橡胶 这颗是可以普攻 OK,我们先开二二档 增加点伤害 开始吧 先用极限 这招伤害 一万 哇,这个超强 而且还能普攻啊 打起来蛮快的 可以不断的打输出 5 OK,极限索尾 Let's go 1分25 拿到一颗炸弹 橡胶果石,还不错 好啦,什么时候才可以觉醒 真是白烂 Brasput 好的,下一颗屏障啊 这颗是有四招可以打伤 应该还可以吧 来吧 屏障塔 屏障塔 过过过 现在有室内可以用 诶 屏障结局也是可以打到 但是有点奇怪 可以把它控住 快快快 度两招 度一招 来了 Let's go 2分54秒 还行吧 差不多3分钟 OK,获得一颗暗暗骨石 好的,下一颗鬼魂啊 这颗我觉得应该很好打 OK,三招可以打伤害 加上这个分身应该蛮强的 它会续成为的普攻 伤害应该会不错 好,来吧 引分身之术 哦,可以可以 OK 诶,他们卡在下面了 好吧,招多一次 卡在下面了 OK,他们冲上来 诶,时间到了 所以他打一下就掉下去了 所以一开始还表现得不错 太多不可控因素了 一技能坏掉了 好,大招不知道为什么我们 突然就跳不上来 种种因素 拖了蛮多时间 三分多钟啊 然后获得一颗闪闪 好吧,还蛮可惜的 OK,下一颗是眼疆啊 最后一颗是油果啦 这颗的伤害应该是爆表的 绝对是打得过 可以说五招可以打 都可以打伤害 好吧 已经全绝了 不知道二技能能不能抓到 Let's go 哦 放个大招 他就持续伤害 哦,二技能抓不到 好吧,虽然无法普攻 但他持续伤害很高 二技能应该换成未觉醒 才能打到 火力悬开 OK,Let's go 1分04,超快 好吧,如果只靠果实打伤害的话 人家应该就是第一名 然后把二技能换成未觉醒 还可以更快 然后又拿到一颗鸟鸟 好的,下一颗我们来到了百万果了 第一颗百万果了 震震果实 这颗我也是全绝了 好,来吧 自命 毁灭者 哦,可以 4100 介绍3700 3900 地震 哦 应该淹得进来吧 来了,海啸 哦,可以 拜拜 3分19秒 跟估计的差不多一样 跟估计的差不多一样 获得一个沙沙果实 好吧,下一颗大佛果实 这颗也是可以觉醒的 OK,我们也是用了觉醒的 好吧,通常用大佛 都不会主加果实 但是主加果实的话 伤害应该也是不错 好,来了 天灾3900 哦,跳起来是有伤害 哇,一下就没打中 好,打中一下 我们该在低一点 祝神黄昏 等一下,三下 四架 蛮快的 伤害很高啊,这个消音灯 蹦,看 2分25 超出我的意料 你想象走的还要好用 好的 下一颗爱果 爱果也是可以召唤一个伙伴 希望它不是被卡住了 这样就可以把我打了一点伤害 直接召唤伙伴 凤 哦,可以 这是它站稳的 好,有它的普攻 我应该可以打得很快 哦,它卡住了 哈啰 OK,差不多了 凤 好啦,1分24 有这个伙伴的伤害 还是打得非常的快 获得一颗鸟鸟果实 蜘蛛果实 这颗是可以觉醒 果然是全绝了 好,来了 哦,这招打满 五千 天堂惩罚 伤害爆表 一直拿按着 他每一招都按着 他大招伤害 打满 哦,被破完耶 非常离谱 好啦,但CD太长了 一定是大招 OK,给我两招 拜拜 2分42 获得寒冰水果 下一颗音乐 好啦,百万果应该都不会插到哪一曲 除了传送文,应该是打不过 其他的应该都没问题 放个跳舞球 好,一技能可以 三连击 伤害是很高 这一招四千 大招 超华丽的特效 呼 七千 好吧 这果实还有一个状态 金身状态 可以减少技能CD 非常的实用 好,2分25 这次拿到一个百万果 蜘蛛 刚才我吃了 好啦,现在补回我的库存 下一颗是 不死鸟 好啦,火雷斯全绝了 先看一下蓝色火焰 火牌不错 实际上可以打到 别人就 会持续伤害 OK 把能量都扎干 别人踩 碰,Let's go 2分32秒 能量够的话 这只能可以一次打伤害 而且还可以普攻 然后获得一颗鸟鸟果实 又不死鸟 获得一颗鸟鸟 好吧 传说我们能打工厂 明明知道打不过 我们还是撕一下好了 开始 我还是可以打 三千 领域伤害 哦 八千 感觉还不错 鱼长看伤害还蛮高的 而且CD很快 超伙觉得打得过 是我太小看你了 抱歉 传送门 好 花了四分钟 还是打得过啦 别小看传送门 这是有点麻烦 要跳来跳去 OK,想雷 来吧 我这一招就有 571 572 雷鱼 闪电兽 双 双 双 好,没了 可以打1,700 好,应该可以带走 蹦蹦蹦 OK,2分15 哇,拿到红果 OK,我终于拿红果了 第一个红果 是想雷拿到了 好,下一颗痛苦 OK,应该也是差不多 两分多钟 可以完成 酷刑 持续伤害 59 好,火力全开 这个自咒没伤害 应该多三招 只要持续伤害 下有点时间才能打满 多一招吧 双双双双,Let's go 2分47 获得一颗山山果实 雪雪果实 这个应该伤害报表 那飞行是有伤害的 可以媲美岩浆果实 好,来吧 雪花 手里剑 错 5千 这招没达到 来吧,领域展开 不 OK,再飞行 飞行是有伤害的 不要浪费 这招在下面才能达中 还靠飞行都可以把伤害打得很快 好吧,1分15秒 超级的快 OK,跟人家打的速度差不多一样 伤害超级的高 下一颗重力啊 最便宜的红果 OK,这个室内应该是砸得到吧 这屋顶够高 好吧,等一下大招转好 好,Let's go 可以放大招了 9千 50克 5千 好,我知道打不到吗 好像要站下面一点 目前的重力太冷了 但是我觉得还蛮强的 OK,我觉得技能可以做得更帅一点 可以招吧 大招收尾 CD太久了 Let's go OK,3分07秒 第一颗红果 OK,红果都不会太差 拿到一颗炸弹 猛马像 它转化过后 噢 FC那是类似 雪雪一样啊 可以持续打伤害 应该不会太差吧 噢,只是这个面积有点小 我应该不会冲下去吧 OK,开始 先打一套 好,开冲 噢,这卡在中间 还蛮痛的 噢,看着伤害 OK,这果实还可以普攻 不一定要冲啊 噢 好,玩1分13 有5个手段可以打伤害 还是非常的快 因为打攻才是非常的方便 好的,下一颗是暴龙 这颗也是可以转化 变身 而且这颗还可以补攻 来吧 转化 转化是有伤害 补攻 越打越高了 完了 这好像是一个BUB 在改变它的位置 超奇怪的 OK 打得有点乱七八糟了 它这个C技能 会把它的本体咬中啊 好吧,2分42秒 获得尖刺水果 下一颗 好的,接下来是全绝的 怒怒果实 OK,全绝果可以普攻 这颗 应该还算不错 好,来了 先用异技能 3,000 打动 7,000 吸罩也可以抓到 普攻打不了伤害 本体是不是移位了 打不到它了 非常困惑 在上面吗 好吧 看下一次吸罩是不是要乱用 都回事 完了,还不及了 没了 怎么搞这个 OK,我的吸罩不知道把它甩去哪里了 好吧 这一次真的被乱搞了 好,你也应该死了吧 打这个核心 碰 OK 这一颗打工厂 还蛮搞的 染造东西移动到核心 花了三分三十三秒 好,下一颗暗铃 这一颗 它的大招有持续伤害了 加上它的飞行技能 也是可以打伤害了 打起来应该蛮快的 好,开始 先放个大招 看这持续伤害 可以吧 因为莱克抓不到 好吧 剩下的交给脑残了 F技能 飞行技能 这一招还不错 可以生一丝血 大招收尾 蹦 好吧 两分零五秒 还不错 会得一颗巡转果实 好,下一颗 毒液 这颗也是 可以转化的果实 有四招可以打伤害 而且都是持续伤害 我记得伤害蛮高的 应该可以很快 好,开始吧 中毒B收 哦,好卡 有毒物 它的飞行是有伤害的 好,直接转化了 OK 可惜的是无法补工 这能量消耗蛮快的 有点卡 好,不是 2分23 我可以卡了一点啊 影响了一些速度 然后又获得一颗炸弹 炸弹是拿好多病 好吧,下一颗 好的,最后第五颗了 控制了 可以无限的spank那颗石头吧 先领域展开啊 ROOM OK,希望这一招 不应当 这个工厂坏一点 不应当 被塔揍 出大招了 游戏狂想曲 好,过台前 6,900 OK啦,打得到 5,600 炸这个还比较快 靠炸石头了 大招拖太久了 但使用化伤害蛮高 大招收尾 别别别别 超拖时间的 好,我都打死了 他没把我传送回去 好啊,拿一颗鸟鸟啦 3分30秒 如果只靠石头的话 应该可以更快一点 灵魂果实 大妈的果实 可以召唤伙伴 他可以把你打 加上这四招的伤害都不错 应该两分多钟吧 好,开始 时代结束 呃,好像还好 还行 好,召唤召唤 召唤独孤 好啊,他在红色的时候可以召唤 攻击的伙伴 召两个独孤 好,时代结束 收尾 矿文 2分07,非常的快 可以召唤伙伴就是不一样了 获得沙沙果实 我们来到了绝版的龙果 目前绝版了 OK,重做中的龙果 龙爪不知道能不能抓到 好,龙爪 噢no 抓到 这招6100 罗伯光鼠 好,直接转化了 狼爪 还有持续伤害 4900 看一下 OK 然后这招伤害很高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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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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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牛 死丟好了 他最後下紅才有傷害 紫槍 蹦 打他媽還有7000耶 齁齁 這差點離譜 蹦 沒踢到 1分27 超快 瘋狂的spam就行了 好 拿到一顆吞點 四招能打傷害CD快 加上能普攻 非常多的優點 好 那我們到這個果實了 也就是最貴的九尾果實 OK 這一顆 可以普攻 OK 他的轉化 轉化好像還更高 好啦 加上我600晶透的九尾 應該是可以打得很快 好 來了 我直接轉化 蹦 轉化還是有傷害 我這竟然還抓得到 他竟然還是抓不到 OK 判定有點難抓 我打不到傷害 我打不到傷害 我打中心點 我看他位置好像被我移動了一點 他打這裡啊 好難抓喔 問題在哪裡 好 轉化 蹦 他被死了 OK 2分37 好吧 轉化過二技能 好像做到不到 被他的外殼擋著了 這樣的話 我們就所有果實都測試過了 目前看來的話 眼匠加上普攻 選法普攻的話 應該是最快了吧 死… 警播屈… 不同眺市交轉